新电地震专车13号上午来到了新电太平宫 除了提供多项专业服务外 同时也进行了我的新北不动产贴心的产权小管家 房诈骗宣导 而参加的民众只要填写QR Code问卷 就可以换取精美小礼物 新电地震事务所地震专车13号上午来到新电太平宫 新电地震表示 地震专车期盼可以服务不方便到地震洽工的民众 主要提供的服务包括了地震业务咨询 地级异动及时通申请 还有跨所代收档案应用申请案件等等 而参加的民众只要填达QR Code问卷 还可以换取精美小礼物一份 我们提供所有的像是政令宣导 包含地级清理的宣导 还有卫办计程宣导 另外就是我们会提供检易案件的一个收件 或者跨县市跨所的一个案件的代收的服务 由于不动产诈骗案件增加 为了协助不动产所有权人 能随时掌握名下位在新北市的房产资讯 新电地震也透过这次活动 小民众宣导 我的新北不动产贴心的产权小管家服务 希望民众可以多加利用 新北不动产这个部分呢 那提供民众 他可以自己透过身份认证之后 包含自然人凭证或者申办我的新北卡 透过身份认证之后呢 他进到这个系统 他可以查询他名下 在新北市 新北市辖区内所有不动产的一个 产权的一个状态 那就可以知道 他有没有被人家冒名 换发换领土地错权状 或者是有没有人来假冒申办案件 此外先进地震也在现场 推出档案价值应用特展 让民众藉由展览 进一步认识地震相关文书形势的演进与发展 记者是民众们齐心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